卢塞尔体育场 这辈的小组比赛我是无比荣幸的 希望这场比赛的质量不会让大家失望 在后场把球阐断 机会非常不错 被门将碰到了 危机解除了 他可以继续拉边 很近来可以打门了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领先了 这今天的状态出的太早了 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就是带着一个球的优势开始比赛的 在这个位置的球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图色 比赛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这球传得很迷啊 队友都没弄明白他的想象吗 博鱼 被防守方先处理了 平抢万规这个任意球的位置非常危险啊 这样的球啊 他难不倒门将啊 后位挂解了险棋 球没有押好直接找向观众席的美女了 场上球权再次交换 球传得不错 很有机会这个球 他在没有受到任何压迫的情况下 自己就把球带出了界外 打门 就算高出这几厘米啊 这脚球也已经非常有威胁了 瓦赫比哈兹里 守门员直接冲出来把球抱住了 他的防守经验还是相当丰富的 非常漂亮的穿越球 防守方难受了 球进了 比分被翻平了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得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方线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 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得非常到位 一分被翻平成了 一比 他一开始没有吹停比赛 然后还是判罚犯规了 黄牌无疑了 果然 防守队员似乎说 我能理解 已经来到前场了 能创造出机会吗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在他眼里 没有任何秘密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反归了 没给牌 裁判这次只是口头警告了一下 这是不是超出他的射程范围了 怎么差这么多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他的脚法支撑不起他的信心 连门一脚的功夫还是欠火候 他们今天机会不少了 但总是没办法把机会转化成进球 接下来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种拦截是对进攻方士气的重大打击 反击机会来了 领先的机会 没拿稳 但是扑到就算是成功了 这球还是进了 只能说门将尽力了 尽管有人会说 只要丢球了 门将都有责任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 他的铺就很精彩 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 寻找机会 打门可果断 刘梅进 门将把他从没开二度的梅梦中叫醒了 希望还有机会啊 这个角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球被踢出了危险区 没控制好脚法 打成了高射炮 我们追平比分吗 好样的 他们对于刚才那个失球 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强制扳平比分 这个进球 很大一波增药 归功于这叫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比分又被扳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漂亮 把球抢到了 有队友上来帮忙了 话音刚落 这个本来很有威胁的进攻 就被化解了 现在是要小心对方的反击了 这个大范围转移的视野很开阔 过人表演啊 领先的机会 简直太精彩了 没有人会预料到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把球打进去 哎呀 这就是天才专属的想象力 又见马赛回旋 这就是足球场上的零波微波 简单的一波一拉 一哥零球转身 我们仿佛看见了武侠小说中的 逍遥派神功 重现人间 漂亮的进球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四七里 卢塞尔体育场的这场比赛 上半场正式结束 下半场比赛开始 我们继续来欣赏这场 世界杯小组赛的揭幕战 扎到了对方前场 有没有机会呢 瓦赫比哈兹里 这个角球是一次 很好的扳平比分的机会 角球开到进区里 降断成功 现在球在他们脚下 好机会 球进了 进球的还是他 现在我们可以叫他 毛泽西把牵上了 他今天上演了帽子戏法 他今天对球队的贡献 确实非常大 的确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漂亮的过顶挑传 球丢了 被对手拿到 漂亮的直载 这个扑就真是显之又显啊 脚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这都能扑到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我们看这球还是被门将扑了一下 拦截成功 拿到球权 门将刚才这真是做出了一次世界级的扑球啊 换个人来手 他能把握住机会吗 漂亮 这球又有了 三球领先了 比赛的悬念已经不大了啊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比赛被改写成了5比2 又把球拿回来了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30分钟 埃里耶斯斯基里 看到了防线的漏洞 进球机会来了 球落到了门将手中 火约 边路现在很空啊 门将冲过来 抱住了这球 这次抢断啊 充分体现了他的防守意识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 他脚下技术非常娴熟 继续带球向前 精彩的防守啊 反击的好机会 防守方还是没有到位啊 阿兹里 可惜了 本来是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方的球门球 他这是在想什么呢 直接就把球传给了对方球员 这球能进吗 这球居然没进呢 可能他忘记穿上门靴了吧 这么近的距离 居然是打不进啊 真是打不进比打击还难 对的是他 果约 选择了远射 但是难不倒门将啊 这种距离的远射啊 基本上不能对他构成威胁 瓦哈比哈兹里 这次抢转 充分体现了他的意识和能力 阿罗姆尼 阿特金森 机会来了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四个球了 这样近距离的机会 他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门将当然也就只能忘球星探了 中场事就要响了 分差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瓦哈比哈兹里 这次拦截啊 非常关键 可以说是直接扼杀了对手 一次在禁区内的得分机会 他凭借娴熟的脚下技术 持续朝前推进 场上的球权又有了变化 第四官员公布了 捕食的时间两分钟 关键的禁区内产球防守 全场比赛结束